哈啰 弟兄姊妹 歡迎你又來到目者問一問的時間 很好啊 你繼續在看目者問一問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在職場裡面 遇到感情的事怎麼算好呢 都是現實的 弟兄姊妹都這樣跟我說 我也很想拍拖 不過在教會裡面 找到我找了 我覺得好的又有人選了 好像在教會裡面 都已經沒什麼可以選擇了 但是呢 去到上班的場景裡面 真的覺得這個女生不錯 這個男生又不錯 那怎麼辦呢 我有心動動 但是因為他還未相信主 那怎麼辦呢 心裡面有很多掙扎 OK的 弟兄姊妹 我也要掙扎 對嗎 要面對關於這些職場裡面 感情的事情 當然啦 在我們在基督徒裡面 我們很明白 聖經也有說 就是其實 和微信拍拖 的確不是很理想的事情 那為什麼呢 是不是只因為他爭在 他不是基督徒 那我們就探討一下 在聖經這樣說 的確 聖經也沒有教我們拍拖 選擇對象 聖經很多時候 一提到婚姻 那婚姻是什麼一回事呢 聖經也說得很清楚 婚姻是什麼人 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二人成為一體 這個二人成為一體呢 即是說 拌壞了 兩塊東西拌壞了 即是好像糖和麵粉那樣 做蛋糕拌壞了 你分不分得了 還分成糖和麵粉呢 分不得了 所以這個結合 講的是 你們是一種共同的生活 生活的模式來的 不會只有自己 也不會只有對方 是彼此共同的生活 所以感情 拍拖 在這個裏面 我們很期望的兒子 一提要share一些東西 所以share什麼 理念 share價值觀 share自己喜好 甚至share自己信仰 所以如果對方 是未信耶穌的話 這樣的時候 這些部分就很難share 所以都會影響我們別人 不過 我也都很認識大家 作為基督徒的你們 我相信你們 都一個很愛主 愛上你的人 所以你們都有你們的標準 我相信你們都很願意 按聖經的標準 去選擇你的配偶 選擇你的另一半 所以有時 可能你都會在你的職場裏面 發現這個男仔 這個女仔 其實都挺好的時候 可能某程度上 他都有很多基督徒的達質 譬如我也聽過 有些姐妹這樣說 我的同事 男同事真是很好的 又有紳士 又有承擔 又有真誠 又有真誠 又不怕吃虧 其實這些都是 是基督的特徵 來的特性 事己是否有愛 包容 其實我也想想 這個男仔也挺好的 其實他只不過是 差盡未信耶穌 我就覺得 其實他有所有基督徒的特徵 特質 其實他很容易就信耶穌 所以我覺得 真是說 弟兄姐妹 如果你在職場裏面 真的遇到這些掙扎 發覺 你的男同事 可好女同事 其實你都對他 有一些 外務 傾務 都覺得他 其實他都很好 都很有基督徒的特質 你應該怎樣做 第一時間 叫他回來 教會 讓他回來 讓我們認識他 可能他真的 差一步就信耶穌 因為他已經有了很多基督徒的特質 是不是 那不如 帶他回來 讓他認識 信仰 讓人認識 當做人的這位上帝 以至他認識 救援的時候 他能夠跟你有一個 同一個理念 同一個方向 同一個目標 同一個信仰 因此 在你的感情 甚至乎將來的婚姻 更加能夠實現一個明顯的婚姻 所以頂姊妹 鼓勵你 我相信會有這個掙扎 不過 真的 先打相信耶穌 在教會裏 讓你更加認識他 更加全圍的 這樣了解他 才開始這面感情 其實是更加理想的 頂姊妹 你又不要誤會我 我現在不是鼓勵你們 出去 離開教會以外 去找對象 其實呢 你看真點 在教會裏面 有很多很好的子妹 和很好的弟兄 如果有這方面的困難 你記得找我 我才知道 我很樂意幫大家 好啦 今天呢 第一集就到這裡了 下一集 有另一位目者 和大家分享 哇 他很厲害 他在當今世上 我覺得 是一個很紅的KOL 他是誰呢 下集你記得要留意 拜拜 他會不會 他會不會 會不會 在這裡 他會不會 你會不會